各位知道第一期第二期 它是第三期都有不同功能 第一期是先少數的人試試看 怕說萬一有什麼 重大的不良反應 第二期就人數再多一些 看你產生抗體的狀況 可是真正第三期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遭遇戰 你打了這個疫苗 到底你遇到病毒 你有沒有保護力 你就真的遇到病毒 對不對 這幾個大廠 它都做了第三期臨床試驗 而且都遭遇了病毒 然後它的樣本素原本的估計 這把它估得比較寬 因為也不知道這個疫情 會燒到怎麼樣 樣本素是要根據 我們會有多少人感染 如果你的感染率很低 那樣本素就要非常大 但後來因為疫情燒 所以事實上它這個成果 都已經出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很早的時候AZ 最早它還曾經說 它有不良反應等等 這些都是透明的資訊 都已經做了 只不過他們這些場是非常的嚴謹 所以它做比較久 好 那我們就看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民進黨在玩文字遊戲 而且是民進黨的主管 帶頭出來玩 他就跟你騙說他還沒有完成 對不對 因為他們還繼續的 很嚴謹的 在更多的國家 比如說它有什麼 不同年齡層 他從第三起臨床試驗 它的第一個階段 那麼他以比較安全的 這些年齡層先去做 後來對老人 後來又對年輕人等等 他又去擴大他的試驗 他竟然反過來 講人家的壞話 去騙大家 玩弄大家 好像他還沒完成第三起 就不是嘛 人家就是繼續的在擴大 然後去看不同的對象的效果 結果我們用這樣子來講 這幾個國際非常有名 甚至幾十個國家 都已經核准了的這樣的疫苗 講人家的壞話 然後疫苗已經有了 可以救人 打了這麼多人可以救人 結果不讓我們的人民 有現場的 證明有效的 而且已經保護了 那麼多人的疫苗可以用 對啊 而且還都是 找一位修認證的 所以這個是最可怕的 就是第一點 人民被火紋身 而民進黨 他發動這樣的烏賊戰 說謊 然後更可怕的是指揮中心 陳部長你到底是真的不懂 還是你假的不懂 你指揮中心竟然花那麼長的 指揮中心記者會時間 再背出一個謊言 這太可怕 這是對人民的背叛